来 第五个大的标题是 企业承诺将回购期股份的合同 企业承诺回购期股份的合同当中 规定的回购价往往高于当期 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那这个时候考虑它的稀释性 就是从原来股东的手里把股份买回来 你不多给人家钱 人家不干 那我们算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也有这样一个公式了 当然就是在回购的时候 对利润不产生影响 所以算稀释美股收益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调谁 调分母 分子 跟原来算基本美股收益时的 那个净利润是一样的 不需要调整 那么这个公式 它跟我们前面认股权 认股份期权算调整增加 普通股股数的那个公式 有点类似 但是是反着来的 我们这个是用承诺回购的 普通股股数 去承回购的价格 在除以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 减掉承诺回购的普通股股数 我配点数字吧 假如说承诺回购的股数是一千万股 那么我们这边减掉的是一千 这个位置也是多少 这个位置也是一千了 那它乘的这个式子呢看到了吗 是一个分式 分式的分母是当期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我随便编 比如说是多少 比如说这边是十 而回购价说比它高是吧 那回购价呢假定是二十啊 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式子它相当于是多少 相当于是用一千 成了一个十分之二十 再减掉一千 是不是这么个数字 那这个相当于一千乘二两千 两千减一千呢 最终的这个结果呢是一千万股 那么调整增加的普通股呢 就是一千万股 这个式子怎么来理解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他们两个给圈上 一千万股乘上回购价二十 这个结果是多少 这个结果呢是两万万元 相当于两个亿 这两个亿的就是我们回购这些股份 花了这么多钱是吧 那这钱怎么来呢 如果说这两个亿通过按照市价 注意按照市价发行股份去筹集的话 需要发行多少股告诉我 要这是两个亿了是吗 两个亿除一十呢 两千万股 我们就得增发发行两千万股 才能够把这些钱融来 而回购的股数是多少呢 我们回购的股数呢是一千万股 发行两千万股 然后回购一千万股 一做差呢 增发了多少 那不就相当于增发了一千万股吗 这就是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这是它的原理 就把它记住了 如果不是年初 如果说不是年初签这个协议啊 回购的合同 我们还要考虑 我们还要考虑时间的卷重 2020年的一个单选题 说二某一五年甲公司向 以公司以美股十元的价格 发行六百万股的股票 约定二某一 九年的12月31号 甲公司以美股20块钱的价格 就比它高了比试价高 回购乙公司持有的六百万股股票 这是从股东手里回购股份的一种合同 二某一九年的年初 甲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是两千万股 当年甲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没有变化 二某一九年度甲公司赚的净利润三百万元 甲公司普通股股票平均市价每一股是十五块 那么公司二某一九年 西市每股收益是多少钱 算的是二某一九年 而我们这个合同是以前年度就签完了 那就认为当期是发生在当期七出就签的呗 认为七出这天就回购了 所以有时间权重吗 没有时间权重 套公司算就行了 分子的净利润是哪一个呢 是三百万元 分母的股数呢 原来的股数是多少 年数发行在外的股数呢 是两千 在这里是吧 我们再加上一个调整增加的普通股家群平均数 说了权重十二分之十二 所以我们关键的是算出来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啊 套公司一算就可以了 六百那乘上一个大 这个就得是一个大于一的分式 最终的这个结果才是一个正数 分母呢 是市价 分子呢 是高于市价的回购价 就是十五分之二十 再减掉六百 结果呢 是两百万股 所以呢 把两百万股乘十二分之十二 也可以不准了 带到这个位置 最终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0.136元 找答案吧 选项A是正确的 我们继续来学习西式美股收益的计算 第六个大的标题是多项潜在普通股 由于是多项 我们就要进行排序了 所以为了反映潜在普通股的最大西式作用 应当按照各潜在普通股的西式程度 从大到小这样的顺序呢 把它进入到西式美股收益的计算当中 直至西式美股收益达到最小值 就是算一个对股东 假定转股了 对股东最不利的一种情况 这不就体现谨慎性吗 看这张表格 第一个是西式性程度 就是西式程度的衡量 就是要算一个增量股的美股收益了 这个其实前面我们例子当中也都算过了 等于假定西式性潜在普通股 转普通股增加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当期的净利润 简单的说 假定转股增加的净利润 除以假定转股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如果不是在年初转的话呢 发行的话呢 我们也得考虑一个时间的权重问题 当然 其实这个问题 分子和分母 因为如果说你考虑时间权重的话 比如说7月1号发行 假定7月1号转股了 比如可转债7月1号转 那你分子是不是得乘一个时间权重 因为你转之前还有利息 那分母呢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权重 都乘一个权重相当于是没成 就明白了吧 那下面第二个的是西式程度的判断 增量股美股收益越小的潜在普通股 它的西式程度呢就越大就越强 你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通常情况下呢 股份期权和认股权证排在前面 为什么 因为它们对分子有影响吗 对分子的净利润呢 是没有影响呢 所以增量股的美股收益是零 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以后呢 它对分子和分母都产生影响 所以得排到 它的西式性 要排在认股权证股份期权的后边了 一提 某公司207年度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是五六二五万元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呢是18750万股 年初 已经发行在外的钱在普通股有这么多 第一个认股权证是7200份 每份认股权证可以在行权日以8块钱的价格认购一股本公司的新发行股票 第二个呢 按照面值发行的五年期可转债是七万五千万元 每份的面值 每张的面值是100块 票面粘利率2.6% 转股价格呢是每一股12.5元 即每100块钱债券可以转8股 面值是1块钱的普通股 后边的话废话 算转换的股数 我们用 面值总额是七万五除以转股价12.5 就把股数给算出来了 第三呢 是按照面值 发行三年期可转债15个亿 每份债券每张面值呢 是100块钱票面粘利率的1.4% 转股价呢 每股是10块钱 即每100块的债券可以转10股 面值是1块钱的普通股 那这个也是废话 要15万除以10股数就算出来了 当期普通股平均市价12块钱 年度内没有认股权证被行权 也没有可转债被转换或赎回 什么意思 就是这几个 在整个这个年度来看呢 都属于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因为还没有转股 所得税的税率25% 假定不考虑可转债 在负债和权益成分之间的分拆 那它的这个面值呢 跟负债成分的贪余成本就一样了 简化处理 且债券票面利率等于实际利率 也没有什么利息调整的烦心事 20某7年度的美股收益计算 留下 先算基本美股收益 要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625除以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钱并约束18750 0.3元美股 下面呢 开始算稀释美股收益 第一个 假定潜在普通股转普通股了 算增量股的美股收益并排序 看下面这张表格 把谁排到前面 那肯定得把认股权证排在可转债的上边了 因为它对净利润没有影响 是吧 对股数影响 这2400是怎么来的 好公式呗 要7200万分的认股权证减掉722 减掉722成是一个小于1的分式 分母是普通股平均市价12 分母是平均市价12 分子是认股权证的行限价格8 2400万国 那这就有了 排到第一个位置 排到前面 那下边呢是两个债券 我们先说2.65%利率的这个债券 那么假定转股增加的净利润呢 是1462.5万元 那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后边有计算 用7除的贪余成本 等于它的面值 因为不考虑分拆 是75000乘上利率2.6% 票面利率等于实际利率 7除贪余成本乘实际利率 这叫实际利息 乘1减掉25%税后的 结果呢是1462.5万元 这个数不就有了吗 那么下边呢 是假设转股增加的股数 6000怎么来的 要面值75000除以转股价 12.5倍 6000万股 这个是不是也有了 因为年初都有 年初就有了 我们都不需要考虑选证 如果考虑都考虑 最终也没有影响 他们两个做一个处法 这叫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是0.24 再下边的是1.4%的这个债券 它的净利润增加是1575怎么来的呢 一样的道理 要7除的贪余成本 15个亿乘实际利率1.4% 再乘1减掉25% 结果1575 那增加的股数呢 是15000 要面值15万除以10不就完了吗 15000万股 相当于是15000万股了 那么他们两个做一个处法 增量股的每股收益是0.11 请问他们两个 哪个稀释性更强 说增量股到每股收益越小的话呢 它的稀释性怎么样 是不是就越大 稀释性是不是就越强 所以排序的话呢 我们把1.4%的这个债券呢 排到老二的位置 2.6%的这个债券呢 排序给它排到老三的 老嘎的的这个位置 由此可见 认股权证的稀释性最强 2.6%的债券 稀释性最差 就是这个 那下边呢 我们分布 把它记录到 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 看下表 所劣势的情况 那这一行呢 是基本每股收益 净利润 5625除以股数 18750 那是0.3了 下边呢 先把谁算进去 先把稀释性最强的 认股权证算进去 那么增加的净利润是0 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呢 是2400 那他们两个相加呗 5625 他们两个相加21150 他们两个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除法 等于0.27 说比它小 所以说具有稀释性啊 是不是吗 那下边我们把稀释性 稍稍 就是居后的1.4%的 这个债券放进去 增加的净利润呢 是1575 那他们两个一相加 结果呢 是712 增加的股数呢 是1500 他们两个相加 那是36150 然后这 他们俩做一个除法 结果呢 是0.20啊 比它小啊 依然具有稀释性 依然具有稀释性 最后呢 是把2.6%的这个债券呢 加进去 增加的净利润呢 是1462.5 他们俩一相加 8662.5 那增加的股数6000 加进去 他们俩一相加呢 42150 他们两个再做一个除法 看看这个结果呢 0.21 是不是就比的大了 这叫啥 反稀释 最终我们取一个最小值是哪一个呢 是0.20作为稀释美股收益 这个题就讲完了 15年的多选题 对于盈利企业 下列各项潜在普通股当中 在计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具有稀释性的勇 看A选项 发行的行权价格 低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的股份期权 有没有稀释性 必须有啊 那B呢 签订的承诺 也高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价 回购本公司股份的协议 这个也是具有稀释性的 他们两个呢 正好是相反的 C持有的增量股 每股收益大于当期基本每股收益的可转债 那比它大不行 这叫反稀释 D呢 发行的购买价格高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价的 认股前证 这个也是什么 反稀释 正确答案 A和B两个选项 第六个大的标题就讲完了 第七个大的标题有难度 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发行的前代普通股 主要关注的是子公司 因为我们跟他要和 要把要编合并报表 第一个是合并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如果说出题人稍稍下点功夫的话呢 是可以把这个点啊 放到合并报表那道综合体里边 作为其中一小问来考各位的 考没考过呀 考不过 可不可以继续考啊 可以 那么合并基本美股收益 分母 先说分母 是不是把母公司的股数 和子公司的股数加起来 开什么玩笑 合并报表角度 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都被抵掉了 股本都被抵掉了 合并报表角度 子公司的股份股本是不存在的 因此呢 分母的股数是母公司发行在外的 母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必须要明确这件事情 不能够犯第一级错误啊 那么关键就是分子了 分子呢 包括母公司个别报表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加子公司基本美股收益 成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的股数 其实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算法了 如果讲道理的话呢 就是子公司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这一部分 可以怎么算呢 用子公司的基本美股收益 成为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的股数 用股数成为美股收益 算出来的不就是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的净利润吗 那下面是合并西式美股收益 这个就比较难理解 分母依然是母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全平均数 这个跟刚才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分子啊 分子呢 包括这样几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就是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母公司个别报表的 加第二部分呢 是子公司的西式美股收益 去乘归属于母公司原普通股的股数 这个怎么理解啊 用西式美股收益 用美股收益成股数 其实算出来的还是净利润 可以怎么理解 可以把它理解为子公司被西式后的净利润 归属于谁的呀 归属于现有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再加上第三部分 是子公司西式美股收益 成归属于母公司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那么要美股收益成股数 其实算出来的依然是净利润 那你分子当然是净利润了 这个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子公司发行西式性潜在普通股了 比如说他发行认股权证股份集权 那么子公司个别报表算西式美股收益的时候 我们要计算一个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这能理解吧 如果说子公司发行的西式性潜在普通股 比如说认股权证等等 母公司持有一部分呢 那这一部分也得分享一部分经历润吗 所以还得加上这一部分 这不是吧子公司西式美股收益成上 归属于母公司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那这个股数怎么算 就是子公司那你会吧 就是子公司个别报表 套公司算去呗 比如说用发行的认股权证的份数 减掉这个份数成上一个小于一的分市 科尔姆是普通股平均市价 分子是啥 是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 这就有了 那么这个归属于母的这个怎么算呢 那你就看母公司持多少份呗 如果说子公司发行的是一千万份 母公司持的是五百万份 那就是一千分之五百 百分之五十就完了 也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 这个数就有了 他们三个加起来 是分子然后除以分母 母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就把合并报表合并稀释美股收益的金额算出来了 当然站在我们CPA考试的历史上来看呢 合并报表的美股收益 它只考过合并基本美股收益 还是比较温柔的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我们要子公司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这个刚刚说过了套公事算就行了 就之前讲过的认股权证股份积权的那个公式 去成一个比例就行了 或者说再乘上一个分式 这个分式的分母是子公司发行在外的 潜在普通股的分数 比如说认股权证的分数 那么分子是母公司持子公司发行在外 普通股潜在普通股的分数 乘上这么一个比例就算出来了 例题 假公司二零某七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是七亿两千万元 不包括子公司以公司利润 或以公司支付的股利 就是他自己赚的 个别报表的 那么下边说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群平均数是六亿股 持有以公司70%的普通股股权 以公司二零某七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是三二四零零万元 子公司这边个别报表赚的 那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群平均数 13500万股 该普通股当年的平均市场价格是八块钱 再来年初 以公司子公司发行在外九百万份 可应用于购买其普通股的认股权证 那么行权价格的每股是四块钱 四小于多少 八 啥意思呢 那这个认股权证就具有西式行费 我们要算西式美股收益 甲公司持十八万份认股权证 所以算甲这边调整增加的股数 多少 应该有概念的吧 那就是子这边发的是多少 八九的是多少 九百万份 我们母这边持多少 十八万份 那就是九百分之十八百 也就是说哪个公式 就是这个公式啊 对于我们刚才这道题啊 那这个公式呢 这边就是九百是八分之十八了 就把它算出来了 接着说 当年没有认股权证 被行权 就是还具有稀释性 是属于潜在的普通股 那么除了股利以外呢 母子之间没有其他需要抵消的内部交易 甲公司取得乙公司投资时 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运和账面是一致的 这什么意思啊 合并报表我们讲过了 那就意味着子公司个别报表的净利润 是不是给了刚才 个别报表净利润的是32400 跟合并报表口径的怎么样 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 按照购买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净利润 接着说到哪呢 这呢是把207年度美股收益的计算 就像 先算子公司这边的美股收益 基本美股收益 要净利润32400除以股数135002.4元美股 那下面呢算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套公式 要900万份认股权证 减掉900乘上一个小于1的分市 分母是市价8分子呢 是行权价格4 结果450万股 那子公司个别报表 西市美股收益是不是就有了 要32400除以分母呢 原来是13500加上450 这个为什么没有加权呢 因为认股权证啥时候发的呀 年初发的呀 就不用加权了 算出来的结果是2.32元美股 这个比较简单啊 下面呢是合并报表口径的美股收益 第二是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母公司这边的经历润 是多少 他个别报表的前面题目给了 7亿2000万元 那么包括在合并基本美股收益计算当中的子公司净利润呢 我们这里面可以这样来算啊 就是用子公司的基本美股收益刚刚算过了 是2.4去成他的股数 他发行在外的股数有多少 13500万股 用美股收益去成股数算出来的是净利润 再去成谁呢 我们母公司持股70%那就算那这一部分算规模的 结果是多少 22680 当然我们也可以知业用子公司的净利润 32400成上70%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为了统一口径 我们按照美股收益成上股数来倒推什么样净利润 这样的话合并报表基本美股收益就出来了 母公司个别报表的是7亿2000万元 加上子公司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有多少呢 22680 再除以母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 平均数是6亿 没有变化 这是题目当中给定的 1.58元美股 这个比较简单 下面求二算合并报表 西市美股收益就比较麻烦 那么它的分子包括几部分来着 是不是三部分啊 那子公司稀释后的净利润当中归属于普通股 有母公司享有的部分 要西市美股收益2.32 乘上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是13500万股 要美股收益成股数算出来的是净利润 由于这个美股收益的是西市美股收益 所以倒推出来的净利润可以怎么理解啊 可以把它理解为子公司被稀释后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那我们持股多少呢 70% 那你就乘70%呗 结果是多少 21924 21924万元 这个数就有了 放到这个 我们原来是多少 母公司个别报表 母公司个别报表是七七两千万 那么这一部分有了 是吧 那把它加过来呗 是21924 就是子公司被稀释后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现有普通股股东这一部分 那还有呢 子公司稀释后的净利润当中归属于谁 认股权证且由母公司享有的部分呀 换一种说法呢 换一种说法呢 就是归属于母公司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的部分 就假定他转股了 假定转股了 我们持他的股份又多一部分 这不还分享一部分净利润吗 怎么算呢 依然呢 用西式美股收益2.32 乘上调整增加的股数前面算过了 子公司调整增加的股数在这儿 套公式算的 就假定认股权证转股了 会增加这么多股数 那么这些股数 母公司按照持股比例 是不是也有一部分呀 持一部分呀 怎么算呢 那就是九百分之十八倍 所以这个呢 就是归属于母公司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和这一部分分享的净利润 20.88 把它加过来呗 分子就全了 他们的核除以母公司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全平均数 6万 1.57元美股 那么合并报表 稀释美股收益的进口 我们也把它算出来了 这个有难度啊 再回去再体会体会吧 指望一遍听懂我们筑块层次的课 尤其难度比较大的 这个不太现实 就是大家应该也都有这种认识 这个例题 是去年教材新增的 假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持有乙公司60%的普通股股权 乙公司采用授予职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 实施股权纪律计划 2055年1月1日 乙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乙公司的200名管理人员 美人授予1万股自身的股票 每股面值是1块钱 授予价格每股是10块 放日200名管理人员 均出资认购了相关股票 总认购款是差了一成2000万元 以高斯履行了相关的增资手续 该限制性股票股权基地计划 在授云日的供应价 每股是5块钱 你看这个也直接给了 算成本费用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使用它了 那在这里边有啥用呢 算限制性股票 稀释每股收益 不得算一个行券价格吗 行券价格不是有一个破公式吗 那个公式的原理 我是怎么跟你讲的呀 一个是花的钱 职工花的钱 就是刑券 就是认购价 就是这个 10块钱 还有一个是干的活 就是未来要干的活值的钱 那你未来要干的活值的钱 你不得依据限制性股票 股权基地在授予制的 供应价值为基础来计算吗 基地计划规定 这些管理人员从205年1月1日起呢 在以公司连续服务三年的 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将于208年1月1日全部解锁 锁定期是三年 所以在第一年年末如果算数字的话呢 那你算那个刑券价格 算它干的那个活呀 值多少多少钱 那你这个5得乘多少 是不是得乘三分之二啊 是不是都想起来了 来吧 期间离职的 以公司按照原售与价格 每股10块钱回购 基地对象因获售的限制性股票 而取得的现金股票呢 公司贷管 作为应付股利 在解锁时呢 再付给您 没有解锁的话呢 那我们在回购股票时呢 要扣除啥 要扣除对方 基地对象以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 这叫现金股票可撤销 2015年度 甲公司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是5万万元 不包括子公司与这边的利润 他自己赚的 八经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呢 是2亿股 以公司 子公司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是3亿3000万元 八经在外的普通股 不含限制性股份的加权平均数 12500万股 双方个别报表这些数字都给了 以公司呢 没有宣告发放股利 假定205年度 以公司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每股是25块钱 给了这么个资料 让我们算205年的每股收益啊 我们先算子公司以这边的吧 它的基本每股收益 要归属于普通股股股东净利润 3亿3 除以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12500 2.64元每股 下面开始算什么呀 稀释每股收益 有没有稀释性 你不得套那个公式 算行权价格吗 来吧 行权价格怎么算啊 两部分啊 一个是花的钱 一个是干的活 花的钱呢 就是现实性股票的发行价格多少 10块钱一股 那报表日尚未取得的 职工服务的供应价值 干的活啊 要每一股 现实性股票股权基地 在收益日的供应价值 我都已经给了 成上等待期三 分支剩余等待期二 我都拱花了手了 我说你啊 我肯定早已经拱花了手了 结果呢 是13.33元每股 由于行权价怎么样 低于当期普通股 平均市价是25 所以呢它具有稀释性 下面要算什么 要算发行在外 限制性股份 在2015年的 加权平均数 年度内没有人跑掉 没有回购 股数没变 那就是多少 200个人是吧 是不是200个人 激励对象 回去查一查 激励对象是200个人 每人呢是1万股 所以说200乘胜1 发行在外的 限制性股份 加权平均数呢 是200万股啊 那下边还得算一个什么 呃 这200万股叫什么 叫潜在普通股 叫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而我们算稀释每股 受益往公式里面 带的是什么 往里面加的是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所以呢 我们还得依据 这200万股 套之前的那个公式 算什么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这公式大家早已经 拱瓜烂熟了 是吧 多少呢 要潜在普通股 就是限制性股份 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200 减掉200 整成一个小于1的分试呗 分试的分母呢 是普通股平均市价 25 分子呢 是刚刚算出来的 行权价格 13.33 就代入到这个表达式了 那么完整的计算呢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3.33全部的 是吧 这不用扣了 如果说这个题 因为这个题没有现金股利 如果有现金股利的话呢 算西式美股收益用扣吗 不用 算基本美股收益要扣掉 就我们刚才算 基本美股收益的时候 要把它扣掉 算基本美股收益呢 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不要加进来 然后净利润呢 要扣掉什么 如果分有现金股利的话呢 是现金股利可奢向 你得扣掉 预计外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的那个现金股利 而我们这个题呢 没有分红 所以这边就不用扣了 而下面算的是西式美股收益 西式美股收益呢 分子是啥呀 就是全部的净利润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股股东的 即便有现金分红的话 算西式美股收益分子呢 也不要去减什么东西了 分母呢 得在原来12500的基础之上 加进来一个调整增加的 普通股加钱平均数 这个计算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最终算出来的结果 2.62元 美股 2.64呢 是刚刚算出来 子公司的基本美股收益在这儿了 去成它的股数 12500倒推出来的是净利润 它的全部的净利润 而我们持多少 60%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股股东的加进来 19800 用母公司自己赚的5万加上子公司赚的归属于它的19800除以母公司发行赛败普通股的加军命均数 2亿股结果是3.49元美股 下边是子公司 你也得算进来 算西式美股收益的时候也得把它加进来 用原来的5万加多少呢 加上刚刚算出来的1965年再出业母公司发行赛败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2万万股 3.48元美股 那么这里边这道题 西式美股收益的计算分子两部分少了一个什么 相对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题少了什么呀 少了一个西式性潜在普通股分享的净利润 为什么少它 因为这里边没有啊 我们这里边就是子公司发 子公司这边虽然发行了什么 这边子公司注意啊 这里边注意 我们这个题子公司这边虽然发行了西式性的潜在普通股 就是它发行了限制性股票 但母公司持吗 母公司持有吗 母公司并不持有啊 而我们之前的那个题呢 子公司发行认股权证母公司是持有的 所以这是这两个题的最根本的最本质的差别 我们教材去年教材新增这个题呢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把这个题也给大家讲了一下 19年的单选题 甲公司是上市公司 其20母8年度基本美股收益是美股0.43元 甲公司20母8年度发生的可能影响 其美股收益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先看一下要求吧 甲公司20母8年度基本美股收益 不具有稀释作用的是哪一个 看第一个 发行可转债 当年的增量股 每股收益是0.38元 小于啥 基本美股收益0.43元 那么这个有没有息事项 这个有吧 第二个呢 受益高管人员 2000万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 每股是6块钱 后面给定了当年普通股的平均市价是 每股13元 怎么样 行券价比特币 那这个有没有息事项 这个必须有 第三个呢 是接受部分股东按照市价的增资 看到了吗 按照市场价格的增资 股份和经济资源 这是等比例流入的 那么导致股数增加是3000万元 所以这个有息事性吗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并没有息事性的 第四个呢 是因为它是按照市价发行的 如果低于市价的话呢 那就具有息事性了呗 那么发行认股权证1000万份 每份认股权证的持有人有权利益 8块钱的价格购买甲公司一股 普通股 那个8小于13 这个也具有什么 息事性 也具有息事性 所以这个题没有息事性的是哪一个呢 是股东的增资选项4D是正确的 OK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